學語言 我覺得學語言就是你可以用在生活上 就是不管是工作上要不要用啦 至少說你的朋友來 或是說你到外國外去 你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自己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可以更清楚地表達你的需要 就是我覺得學好任何一個國際性 或是說local的語言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要表達自己啦 雖然說現在很多人AI啦 人家會說什麼都會取代什麼 可是我覺得你自己要講什麼 你自己最清楚 我覺得首先是它系統性的 它不斷地讓我複習 譬如說如果我知道 我那時候剛好有某些案子 我需要某些單元 那我就會去砍相關的複習 有點像單字庫這樣 因為我就覺得有印象這樣 那它有很清楚的主題 然後還有就是說 它不是每次都最後會給大家挖空 就是你要每個字自己去填這樣 因為各個國家講話的速度是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語速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接觸點 就是說因為有時候可能你習慣 跟這個人就是一直講話 就是用這個語速 可是其實外國人可能在講新聞什麼 就是它的語速可能是1.52倍在跳 那我覺得就是這個時候 就是真的考驗說 其實你會覺得喔你好像聽懂 可是其實你真的在全部大挖空的時候 就重新再填一次就聽不懂 對 因為語速的關係 讓我覺得說喔 原來他們真的是用這樣的講話的速度 在輸出 因為我之前比較多 就是參加課程來講 就是我比較主動的口說 因為直接要跟客人講話 我希望我可以成功 國安國反正 會有很厲害 非常的 Flash 可以比較多 然後��라